首先我要很感謝所有投票給我的選民 亦都很感謝那些沒有投過票給我的選民 對於投過票給我的選民 我要對大家說聲自協 我未能夠和大家一起幫香港人贏回議席 和大家一起走一個更遠的路 對於那些沒有投票給我的人 我會說聲我會聆聽大家的聲音 聆聽大家有時沒有說給我聽的聲音 而令到大家沒有投票給我 我亦都要說聲非常非常感謝我整個的助選團隊 有得和大家一起打一場這麼美麗的選戰 我是非常非常感恩和非常榮幸 我看到大家 我的助選團隊 由早上早站開始 一路洗酒樓 洗街市 洗樓 黃昏站 深宵站 看到市場 劉小麟更加上場 由早上早跑到晚 便 為我整個團隊去拉票 看大家的努力 我是非常感恩 這些今集中 亦都很驕傲 我打一場很美麗的選戰 我們有福祉富賀 我非常感謝民主派,所有政黨和民間團體 包括我們自己的工黨和小麗民主教室 每一次,每一場仗,每一日,大家都差不多隨傳隨到 隨時支援整個選戰,我非常感謝 現在看到我們團結的力量 對香港人,我想說,我們可以失望,但絕對不可以放棄 我一定不會放棄,我亦相信我們所有,整個民主派的團隊 支持者,不會放棄 因為香港未來,還有很多場仗要打 包括大家看到,來勢洶洶的《基本法》23條立法 大家看到,林鄭的人工賭一萬億,超級大白象工程 看到很多民生,很多事情要改善,但林鄭沒有做到的 包括安老、勞工、權益、長者福利、教育、醫療 很多很多場仗,香港人,我們繼續和大家一起打下去 這些仗本身,是會需要大家,香港人,更加關心我們自己的家 這次,我曾經說過,我整個選戰,最大的障礙或敵人,就是深淡 香港人,不要放棄 我們香港人,面對將來挑戰,一定要更加咬緊牙筋,去拼搏,去關心 去解釋多些給身邊的人聽,我們是需要打下去的 我們需要發揮我們打不死的精神 香港人,香港人是絕對有希望,絕對有明天 我亦都希望,提醒香港人,其實很多,現在很困難的 在艱苦裏面,繼續奮戰我們的同行者 包括,被DQ的議員,包括被DQ的參選者 包括,被DQ的團體,眾志和小禮民主教室,可以說是被DQ的團體 他們是需要大家,繼續和大家,一起去打一場仗 他們沒有放棄,他們最艱難的環境,他們也繼續去奮戰 還有長毛,他們快來可能上訴會完 新艾東,快來可能又會有補選 還有,這些仗要一起打 亦都是希望大家香港市民,大家繼續支援他們 和他們一起,同行,去打未來的仗 平衡,整個選戰裏面,有些人說 辛苦啊,阿仁 我覺得很慚愧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為香港的未來 多少人付出了多少個代價 在我心中,我永遠都記得,是很多不同光譜的 現在香港已經去到政治檢控,有政治犯了 佔中九至現在,是在上庭 我想起他們,我們所做的又算甚麼呢 所以我們更加要記掛著,支援所有不同光譜的人 我們繼續去團結他們 今次選戰之後,我們民主派一定會反思 將來的路怎麼走下去 會反思,剛才我所講的,沒有投票給我們的 他們很多的沒有投票,或者投票給別人的 他們的心中所想的說話 所想的對香港未來的期許 我們民主派一定會坐在一起 看看未來怎樣打未來的仗 香港人 我們未來,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大家一起,是面對未來 可能 未來條路很困難 但是,只要我們不放棄 我們絕對香港有明天 我很希望,大家繼續跟我一起走這條路 我,李卓人 我,李卓人 無論是甚麼的崗位,甚麼角色 我都會繼續下去,和大家一齊 同行,為香港未來,替造希望和替造明天 今次的選舉,我也看到,是一個跨世代的團結 無論是年輕人,或者是元老級,大家一起打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而未來,我們希望更多年輕人 是可以走出來,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 未來是屬於我們全部人在一起 一定是會勝利 今天的挫敗,我們可以失望 今天的挫敗,我們要反思 但是,我們一定要站起來 為香港人,為香港的未來 我們繼續奮鬥,多謝大家 香港人,打不死 您是否有數,你覺得 你選擇過更多嗎 你選擇過因為被反抗的不足 或是否還沒有出現 你選擇了更多嗎 我認為我們有很多東西 從這次選擇 當然,每次選擇是不同的 在這次選擇 我擁有我的挑戰 including a challenge of a lot of smear campaign a lot of free newspaper out on the street and in facing these challenges we have adopted the best strategy that we can we think we can come up with so we will reflect on our strategy and reflect on the results but what i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 think is the future how we can together with our unity of the pan-democrat face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especially the challenges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 23 the challenges of the active man-made island that will waste a lot of resource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have to face that we have faced all the battle in the future so we will stand up from this campaign and face up to the future and we will reflect on what we have maybe mistake in this chants 94 率 tish 當然错拜每一個都是一個打擊 但我又好相信一樣東西當我們可以吸取到每一次打擊每一次錯拜的教訓的時候 我們絕對可以起身,所以我又希望大家 不要因為今次我們未能勝出而放棄, 大家一起繼續去奮鬥。 今次與民主派爭競有多大影響,會否參加下次選舉? 我曾經說過,我以後的角色都是助選的, 我曾經說過,亦都是無論今次的結果如何, 我日後的角色都希望繼續幫香港民主派, 幫所有,無論2019年的居議會選舉也好, 2020年的立法會大選也好, 我一定我的角色就是助選。 我想大家自己再去檢討, 大家看到票數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都要再回去深切反思, 然後先大家去看看今次的選舉, 到底有甚麼地方我們做得不好。 你覺得選舉策略的關係大些嗎? 還是香港人的心態深淡, 你剛才說最大的人深淡, 所以令你選舉哪個影響是大些呢? 我想選舉, 我記得我曾經說過, 我很希望今次的投票率是高些, 但我未做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是抱歉, 亦希望可以做好些, 但是深淡, 是我們全香港整個民主派, 都要一起面對的, 我們一定會在未來的選戰裏面, 怎樣令到深淡的, 大家是有回對香港的信心, 和對民主派的信心, 這個我們一定要努力的。 但就是由票數那裏看, 即使你的票加上和什麼票呢? 其實是否會在選舉呢? 我認為,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整個選舉, 之前我們可以回答任何問題, 關於什麼問題和挑戰, 但我認為, 大家可以看到結果, 從數據來看, 但是從票數那裏看, 即使你的票加上和什麼票, 其實都高齡過陳凱欣, 即是覺得到今次的選舉, 輸了在哪裏呢? 以及為何到現在, 宣佈結果之後, 都會否見到其他民主派的朋友, 和你一起在那裏呢? 當然民主派的朋友, 我們都會跟著下來, 一起開記者會, 所以現在我想, 還是太早的時間, 去講到底整個選舉的輸的原因, 我想輸的原因, 大家解否都要一段時間的,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未來是怎樣走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們站起來, 去繼續打未來的仗, 我想這個是重要過任何事情, 亦相信我們的團隊, 或者整個民主派, 都會繼續為香港繼續努力的, 好嗎? 當然有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我們都要談談, 所以我們都會一起去想一下, 到底整個選舉, 我們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亦怎樣面對這些抹黑, 和其他的免費報紙, 其他鋪天蓋地的問題, 我們都要想一下, 到底我們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面對, 謝謝, 好,謝謝